另外,美国捐赠给我国的100万剂辉瑞疫苗 今早8点左右抵达了雪州苏邦国际机场 并准备分配给全国各地的疫苗储存中心 科学工艺及格勤部长凯里 外交部长拿都斯里西山木丁 还有美国驻马大使麦菲特 今早也亲自的到机场迎接这批疫苗 我们的目标是接触性战争的 其他人需要救救助这些疫苗 用户疫苗的医生 中央处以防疫苗的接触性战争 未来我们会做到再次的疫苗 我们将在此之后再次做 我们最后的目标是 美国人有关系的地方是 我们会务业务专业务专业 接触新疫苗的疫苗 我们将使用所有的技术和医院 我们将使用各种科技和医院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接受到 如果有第二回合 马来西亚会最高兴认识 在我们国内接受更新的疫苗 负责运载辉辉瑞疫苗的拉亚航空TH384班机 今早8点10分抵达苏邦苏丹阿多阿兹沙机场 同时美国驻我国大使馆今早也发文告表明 根据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宣布 向全球捐赠8000万剂疫苗的计划 我国是第一批接获疫苗的国家 美方愿意协助我国扩大疫苗覆盖率 尽快摆脱严峻的新冠疫情 并专注振兴经济